作为这次挑战赛的2号种子选手,钱天怡这场比赛正手进攻失误太多,进攻过于着急欠缺耐心才是输球的重要原因。 小炎瑶菜这场比赛正常发挥,钱天怡丢分太快,全是自身的失误。 第一局比赛小炎瑶菜反销正守卫,吃正守长球开局打成3比3。 钱天怡正守变线,发正守短球得分,正守压反守,小炎瑶菜反守侧拉下台直接4比9落后。 钱天怡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,连续正守进攻失误,斗短下网,小炎瑶菜将比分追到7比9。 钱天怡发正守短球10比7拿到局点,小炎瑶菜发中路短球得分,反销正守卫将比分追平。 小炎瑶瑶菜回球貌高,正守打丢10比12输掉关键分。 钱天怡第一局大比分领先,被对手将比分追上来,已经出现了心态的不稳定,看起来就是把握不住。 小炎瑶瑶菜追分能力还是很突出,只不过连续吃发球。 第二局比赛开局双方打成3比3,钱天怡正守抢攻下网,斗短下网,小炎瑶菜反手侧拉6比3领先。 钱天怡回搓下网,正守掉拉下网。 小炎瑶瑶菜反销中路10比3,轻松拿到局点,钱天怡接发球反拉追回一分,直接发长球偷袭一下台,4比11输掉了第二局。 钱天怡从中局阶段开始,就连续进攻失误,个子比较高台内球控制技术有限,导致白短连续失误。 小炎瑶瑶菜实际上在比赛当中来回被调动很被动,主要就是防守偏稳。 钱天怡第二局等于白送给了对手,钱天怡第三局比赛,正守掉直线,反手快带,小炎瑶菜反销下台2比4落后。 小炎瑶瑶菜发中路短球得分,之后吃正守长球比分来到5比5。 前天,怡又连续出现正守抢攻失误,小炎瑶瑶菜反手侧拉,正守位将比分扩大到8比5。 前天,一正守,掉拉下网连续失误,6比11输掉了第三局。 小炎瑶瑶菜几乎就是凭借防守来赢球,整场比赛很少看到主动进攻。 前天,一正守进攻失误偏多,是因为太想得分,没有耐下心来与对手多周旋。 第四局比赛,小炎瑶菜反靴正守位,前天,一连续发球抢攻失误0比3落后,请求暂停。 小炎瑶菜揭发球侧拉,前天,一正守发球抢攻下台0比7落后,随后发球抢攻反守位,摆短正守位2比7落后。 小炎瑶菜发反守短球得分,反销中路,反守侧拉11比2轻松拿下第四局。 前天,一最后一局直接心态崩溃,从第二局开始正守进攻就出现乱打,已经没了进攻套路。 那么前天,一这次为何输得如此惨呢? 个人认为,前天,一在技术上存在两个致命问题,这不但是导致他在本次比赛中失利的原因,而且也是其对内位置长期高不成低不就,不被教练组看好的根源。 那就是,一,正守不过关,二,力量不够用,下面就让我们来深入讨论一下这两点。 前天,一是左手横拍打法,而众所周知,左撇子在生活中相对比较少见,所以这类型的乒乓球运动员打小就有天然的优势,正所谓物以稀为贵。 相比于右手选手对付自己,他们对付右手选手肯定会更加习惯,在落点和线路上占据优势。 尤其是左手选手的反手大角度斜线,对右手运动员的牵制作用非常大,但也正因为如此,他们常常会对自己的反手比较过分依赖,进而忽略了正手的训练,这种情况可以在无数名将身上看到。 由于本次比赛前天一遇到的对手小颜摇菜是个销球手,这就更考验他的正手功底,因为销球是一种制造强烈下旋的技术,为了抵消这些旋转,需要进攻方拉出足够高质量的弧圈球,而受限于人类的身体结构,反手进攻很难提供足够的力学支持,那就只能由正手担重任了。 关注前天一的朋友们都知道,这位运动员的正手杀伤力确实有限,总体风格依旧是左手运动员常见的反手进攻为主,快速衔接克敌两个大角度进攻制胜,结果小颜摇菜甚至还没怎么销中反攻,前天一自己就压不住旋转了,而这里还涉及到我们就即将要谈的力量问题。 如前所说,之所以大家普遍用正手来对抗消球,就是因为能提供比反手更高的进攻质量,但同样是正手进攻,质量也会有区别。 在当今这个女子拼弹不断内卷的时代,力量越大的运动员也能占据更多的优势,而前天一显然不属于这类型的选手。 我们看前天一刚进国家队的时候,似乎有领跑零零后女将的趋势,为什么后来完全被孙颖沙甩到身后了? 原因就在于小时候大家的力量都不是很大,所以进攻质量差距也不大,但是经历了成年的发育后,大家的身体素质有了明显的分化,这时候前天一的力量就不够用了。 如果前天一不能解决正手和力量的问题,那么他就会面临两大窘境,第一,是遇到肖球打法时容易吃亏,比如这次与小颜摇菜的对抗就是明正,第二,是在顶尖的胡拳球对抗中落下风,所以他现在就卡在国拼主力之外的边缘位置,迟迟上不去。 我们看五大主力孙颖沙,陈梦,王曼玉,王毅迪,陈信桐,谁的力量会比前天一小,谁的正手会比前天一差? 前天一那种以反手为主的打法,又如何能再对内站稳脚跟? 毕竟后面还有更年轻的同类型打法小将宽曼可攻教练组培养,不是吗? 前天一的世界排名和实力不匹配,不擅长打消球不是理由,目前看前天一就是低配版的陈信桐,看似技术,全面相持能力强,也体现出正手一般,没有杀手锏,球风偏软。 前天一年初参赛机会很多,所以才有机会参加新加坡大满贯,并且在新加坡大满贯打出高光时刻,最终打进决赛获得亚军,并且获得了1400分的聚分,世界排名飙升到第六位。 世界排名高居第六以后,前天一只是获得了澳门冠军赛的外卡,其他参赛机会不多,很多人认为国拼故意打压前天一,所以不给机会参赛。 实际上前天一世界排名进入前十名以后,有些比赛都是规则限制前20名选手的参赛,而前天一排名国拼第六,显然很难挤掉前五名获得机会,所以最近都少有国际比赛。 而这次萨格勒布挑战赛,前天一获得了参赛机会,而且是三线作战,获得外卡参赛单打,位居二号种子选手,却首轮被淘汰出局,还是输给外协的二线选手,这个表现的确有点让人大失所望。 混双前天一和梁静坤的组合输给队友动漫组合,情有可原,但是前天一单打外战,首轮就输球,而且是这样的表现和比分,一下子就被打回原形,在国拼仍然是二线选手,甚至二线选手中位置都要靠后了。 很可疑